我还从来没有喝过新月轩的早茶呢 但我猜一定会很丰盛 呃 肚子在提醒我了 我们这就去见佳明吧 预风 云散 哦 来得真早 吃得我刚刚点好 还没上呢 你们坐啊 你也坐 你也坐 来 把茶杯递给我先 哦 谢谢 不是吧 派蒙 你怎么直接喝呢 这杯茶是倒给你涮碗筷茶杯的 哦 还有这种习惯啊 哇 既然有那么多好吃的嘛 这还只是早点 嘿嘿 这就是我们那边的饮食习惯咯 一般我喝完早茶也不用吃午饭了 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嘿 那我要发挥我的全部功力 尽量 尽量多塞一点 随便吃 不够再点 哦 还有糖水啊 一般早上我不吃 但难的人旗我都点上了 哎 你呢 合不合你胃口啊 帮你再添点海鲜粥 给我再盛妈妈一碗 多来几个下 谢谢 哇 太满足了 肚子吃得饱饱 现在脑袋也沾得动了 听我说 听我说 我已经猜到了 嘉明请我们来那么好的地方 吃那么贵的点心 才三个人就点了一大桌 说明 他是一个深藏不露的富家少爷 这也解释得通 为什么他要背着家里人 在外面偷偷结交其他朋友 哈哈 你是在暗示行修咯 你认识他呀 你认识的人真多 常在路上跑 总会听到各种各样的传闻啦 实真实假 还得靠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分辨 这最后也是最重要一招 就是自己出马 上门拜会 这是什么都难不倒你呢 嘉明大少爷 好了好了 别笑我 但我家的情况 你是想错咯 亏我还有理有据 我老爸是个普通的商人而已 做点茶叶生意 跟飞云商会没得比啦 老爸他 他从很久以前就希望 我能够继承家业 靠做生意发财 但没办法 我完全不是这样的人 也不想走这样的路 你没有跟他好好聊一聊吗 告诉他你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职业规划 什么什么的 当然说过啊我 我说想做武兽戏 让全提瓦特的人都来看我的武兽戏 在老爸看来这根本不是试验 而是小孩子玩泥沙 怎么这样 他大概是觉得时间长了 我早晚会认清现实 而我一直以来都只一心想练武兽戏 直到有一天 他想带我去见其他茶商 打点日后的关系 我拒绝了 我们大吵一架 差点就要动起手来 最后我脑袋一热 离家出走了 自那之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别批评我先啊 我也不是觉得自己没有错 不对 我知道这种解决方式不好 但我老爸固执得很 就算我说出来的话再怎么真情实义 在他眼里也是两片嘴唇上下一碰 改变不了他想法的 我是觉得讲多无味了 还不如在离岳港出人头地先 让结果说话 家明 但眼下的情况你们也知道喽 武兽戏在离岳港人气不足 之前我挨家挨户 跑到人家店里问需不需要表演 多数都是石百果收场 讲梦想前至少要吃得起饭先吧 所以我找了标诗的工作赚钱 现在养活自己已经是绰绰有余的了 但改变需要时间 只能慢慢来 好吧 能够理解 好了好了 不说这些了 茶都快凉了 下午一起找点好玩的事情做吧 我来祖局 啊 那个 我们等下已经有安排了 之前答应了要去参加贤云的手工风筝兴趣小组 诶 家明对扎风筝感兴趣吗 不是 我和贤云一认识 还是说家明并不知道实情 我知道他是卫先人了 以前在宋彪路上遇见过 但他最近不是来城里了嘛 连自称也勉为其难地改了 时不时还会念错 前几天他刚找过我 问了我夜银染料的事 等等 难不成 他想把夜银染料画在风筝上 这不行吗 用在香素纸上和用在布匹上的可不一样 怎么不说清楚啊他 呃 他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啦 要是大家辛苦扎的风筝功亏一篑可就完了 我要一起去 把配方调整了些 好 那就一起走吧 人多也热闹 好可可 不能够 雲峰!雲散! 甘羽姐姐 甘羽姐姐 別睡了 有朋友來了 朋友... 好 甘羽姐姐 我帶了薄荷油 要偷偷看嗎? 萬明堂客人推薦的 我試過 比較薄荷的提升效果好 失禁了 等等 神灰姐姐 那裡是... 妳看了 效果很好 她清醒了 甘雨姐姐 你没事吧 要不要喝点水 或者吃点别的什么条件一下 我 我没事 除了全身都在发凉 效果有那么好吗 发凉 发凉 怎么办才好 师父说过 心境自然凉 甘雨姐姐 要不要让心动起来 我想这句话不是这么用的 现在 现在好一点了 我刚刚是睡着了吗 可能是到了我的午休时间 是不是昨晚没怎么睡 甘雨常常会那样 不如 你也来万民堂当侍者 每晚十点准时下班 这 这怎么行 不好意思 我刚才可能没有听见 这位是 问我吗 我叫嘉明 是标决的标示 嘉明 这个名字我有印象 我听总务司的工作人员提起过 说你工作之余也特别积极主动 帮了大家不少忙 哎呀 太不好意思了这 我是甘雨 这位是申鹤 这位是瑶瑶 久仰久仰啊 说起来 大家都是咸云仪风筝兴趣小组的成员 都是来学扎风筝的 我是 扎风筝和放风筝 我都未曾尝试过 既然师父愿意交 我便愿意学 我也是 我想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参加风筝比赛 牵手扎的风筝会更有纪念意义 你好朋友不一起来做吗 啊 琪琪她呀 这几天都跟着白先生忙东忙西的 我打算最后一天再去找她 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 啊 这次上山 我还随身带好了绷带和药水 弄竹签容易划破手指 有备才能无患 哇 真是细心啊 我的话 嗯 我没有他们的这股热情 原本只打算买一款成品风筝 在海灯节荡夜 跟着大家共同感受城里热闹的氛围 但流云真君素来挂念我们这些晚辈 她总想让我们拥有最好的 甚至把我们的事 看得比她自己的事更重 哇 我不想辜负流云真君的好心 也不能让她白费那么多心 所以 就算初衷不同 我努力的心意也不会打折扣 大家都挺了不起的 但说了这么半天 邪云远在哪呢 谁在意此等没耐心的语气呼唤本仙 是我啦 你这不是听了见吗 师父在路边买了很多烤吃虎鱼 大家分着吃吧 还是热的 对不起啦 仙鸟姐姐 你最聪明最厉害 是最好看的仙人了 你算上我的份了吧 好香 好香 我的人生已经圆满了 嗯 这么一看 学员人数还真不少 不妨先行分组 大家各自寻找搭档 材料都在这边 普通染料和夜影染料 已贴有不同标签 字形依须取用便是 至于扎风筝的具体步骤和药力 本仙刚才 已经边吃边讲解过一遍 还有什么疑问吗 我 我光顾着吃了没听进去 谢谢你总是那么可靠 旅行者 本仙就先在这树荫下 纳粮消食 遇到什么麻烦 有什么需要 想找人聊天的话 随时来找我 我们反正也不急着开工 不如先去看看 其他人的情况吧 加明哥哥 我能跟你一组吗 不是吧 我也要做吗 我还以为我调整完染料 就算收工了 你对风筝那么提不起兴趣吗 这可不像你呀 没有 不是 就是说 三两句讲不清楚 那我做就是了吗 做个蝴蝶 或者树玉有什么 想要的图案吗 我想做泥兽 这要做的逼真可不简单了 我想挑战一下 因为泥兽真的很可爱啊 好 那就这么定了 那个 神鹤 下次最好不要再涂东西到我的脚上了 会很敏感的 原来如此 抱歉 我记住了 现在倒是没事了 好 我可以再碰一下吗 不沾其他东西 我一直很好奇 干与前辈脚的手感 都说了不用叫我前辈 对 好 好吧 轻一点哦 摸起来手感坚硬 温度不算明显 很像我之前嚼过的某些药材 但干与的身体在微微颤动 就像猫被碰到胡须时的反应 我还是收手吧 我明白了 那下次 涂在前额上 我尽量不再户外午睡了 我们该杂风筝了 一会儿流云真君 该过来询问进度了 就选 就选最传统的样式好了 好 嘿嘿 他俩感情真好 我们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们了吧 流云阿姨 你看你看 是不是像这样 不错 骨架很结实 这样式 莫非是团阙吗 对 叽叽叽 期待你的成品 瑶瑶打算涂成什么颜色呀 哦 我有点没想好 碧团却会和我朋友比较像 但金色的话 就跟我自己比较像 若是询问本仙的意见 本仙推荐金色 送礼物 关键是要看当事人的喜好 瑶瑶的朋友 定是想要给你本人更像的团阙风筝吧 我没告诉大家是要送给琪琪的呢 刘云阿姨是怎么猜到的呀 身为阿姨 经验和阅历自然会多一些 好厉害 多谢刘云阿姨 那我现在就准备给纸涂上颜色了 嗯 本仙就在你旁边看着 你们倒是比本仙更为悠闲 风筝已经扎好了 还 还没有开始 我是说 快了 走吧 是时候制作我们自己的风筝了 首先 确定想做的风筝造型 喂 你一个人突然在笑什么 好吧 不算意外 我的话 至少能保佑你出门不迷路 还能在路上遇见好吃的和好玩的 艺术加工程度是不是不太够 嗯 干脆再夸张一点好了 派蒙的寓意就是 旅行者的守护神 那 表情你想好了吗 那 表情你想好了吗 既然风筝是要飞在很高很高的地方的话 太高了 救命啊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 这种感觉吗 这种感觉吗 既然风筝是要飞在很 派蒙我才不是因为做错事被放上天的 这种感觉吗 既然决定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动工吧 哇 总算完成了 还好我原本足够可爱 做成风筝之后 嘿 也不赖嘛 接下来只剩下季仙的那一步了吧 好了 大家都聚到本仙这儿来吧 哦 贤明在叫我们 我看看 哇 甘雨姐姐和申鹤姐姐的风筝 是剪尾渊 真好看 嗯 颜色很像师傅 要是尾巴并拢在一起的话 根本就是一模一样吧 仔细看看 还有几根羽毛涂出剑了 嘿 难道是甘雨上搜的时候打瞌睡啦 是我上的色 我望着画纸许久 却难以想象鸟类的色彩 除了 师傅 该说是和贺行他的师傅相处过久吗 即使看着画为人形的师傅 不 脑海中也只能浮现清与白搭配的色彩 坏了 你这么一说我也有图像了 正是 我索性闭上双眼 寻着记忆下笔 不是吧 这就是仙人的徒弟 闭着眼睛都能画画 是 声和笑顺 本仙甚是欣慰 家民和树狱的泥兽风筝真微风 飞在天上一定很有气势 眼睛和耳朵都是会发光的 到了晚上就能看见了 瑶瑶的金团雀也很可爱 多亏流云阿姨教导有风 旅行者的风筝呢 在这里 很像派蒙 啊 为什么山河这么说 上回旅行者 疑惑自己碗里的肉少了一块的时候 你就露出了这种表情 有 有过这种事吗 那是 群玉阁 嗯 好啊 未经许可 唐儿皇之在本仙的地盘放风筝 用的还是 此等粗利机关 本仙倒要看看是谁有这个胆子 你们继续继线 各忙各的 本仙去去就回 啊 真君 旅行者 派蒙 能麻烦你们跟上流云真君吗 师父 不会有问题的吧 不 我担心的是放风筝的人 前面有风 我们可以直接乘着风过去 牡蠣 大 Saud 一 三 有 有 哦,这风丹的卸动装置颇有玄妙之处 亏你还有闲情感叹 这下可好,我们方才一个不留神 那风筝可就不见了踪影 莫慌,你可记得最后一次看到它是在何处 似乎是往傲藏山那个方向去了 许是巧合,我这心中却隐隐生出几分不安 怕是你多虑了 此刻刘云不是在城内照顾徒弟 就是在自己的洞府中闭关苦言 不会留意到这风筝的 不过话说回来,这无风自起之术倒是自有几分奥妙 从机巧角度上来说,和刘云的机关术倒是难分伯仲 你这话说的,要是被那刘云听见 我们借来的烹饪神机可不保啊 二位过客,这风筝是你们的吗? 你看看你看看,这下可好 别看我呀 这新风筝不是我们一拍即合,两人都想放吗 丽衰,别不说话 你卓一多,去劝劝他 我怎敢去火上浇油 我们最好收声闭气,走眼走眼 这躲得过海灯节也躲不了卓越节呀 不觉得他早就看出我们真身了吗? 二位 要不,你去见那风筝 我可不见,要见你见 这,这不是我们的风筝 哦,那就是本仙看错了 哦,仙人 原来您是仙人,师尽师尽 也不知这到底是谁在仙家种地放风筝呢 真是不该,不该 说的正实,说的正实 我们只不过是在四处看风景的 上...薄荷 要是没什么其他事的话,我们就... 哎,可算追上了 咸云的大蟹鸟形态飞得也太快了吧 喂,这不是薛月和里水吗 你们怎么在这 你... 气氛好像不太对 我说错什么话了吗? 无妨 本仙早就识破了这二人的身份 想看他们打算演到什么时候罢了 这么说来,你并不往心里去 这二位老友在此宜然自乐 我又何气之忧 事件新鲜,我也能够理解 哎,这也是顺节应庆啊 我们二人一时兴起,难得赶赶时髦 但我们又不像你熟悉机巧之物 实难杂出好风筝 只能寻定方便事物啊 刘云的机关术奥妙无穷 上侧风动云,下能鼓浪呼掏 在世间绝数翘楚 这我等是知道的 今日府上还有客人,本仙先走一步 二位老友,我们来日再会 旅行者,派蒙,你们速速跟上吧 怎么又要飞啊 这来来去去的连停都没停多久啊 啊,真是虚惊一场 那这风筝,咱接着放还是不放? 放吧,换个地方 要不去你那儿,地方也大 不无不可,不无不可 明镇 你们回来了 累死我了 怎么只剩下你们两个了呀 你们走后 瑶瑶和树玉先后放起了风筝 没玩多久就困了 佳明自告奋勇 说是要护送他们回家 但他之前说了一句话 我不理解那句话的意思 佳明说了什么呀 他说 风筝不管走得再远 飞得再高 总有一节线牵着自己 无法真正无拘无束地飞在空中 说这话的时候 他的表情看起来很落寞 回想起来 佳明对风筝的态度 是有些奇怪 联想自己 如果我是风筝的话 这根线对我而言 便是极为重要的东西 意味着清缘和牵绊 还有 神鹤 虽然这份联系 纤细而又遥远 但倘若没有这根线 我可能会失去归处 如你所说 佳明是在联想自己的话 我就更费劫了 可能大家的立场 经历与想法并不相同吧 这也是常有的事 嗯 就像有的人喜欢吃辣 有的人碰都不能碰一样 嗯 所以理解与包容才尤为重要 这是在聊什么 都聊到理解与包容上了 本仙来晚了 随便闲扯几句啦 贤云你真是一点消息都不肯放过呢 你去哪儿啦 哼 略斩厨艺而已 天色已晚 没要紧事的话 你们干脆都留下来 吃个便饭再走 好久没成流云真军的手艺了 放心 正经菜肴 荤素都有 本仙还能不知道 你们爱吃什么 不要啊 早茶和烤吃虎鱼 我早就先花掉了 山鹤 甘雨 你们跟我进来 怎么还神秘兮兮的 不会真的要开小灶吧 要端菜的话 我们也可以帮忙的呀 遗风 云散 这 这是 风吹在腿上凉嗽嗽的 有点不好意思 头是应该带稳了吧 出门前该让流云真军 再帮忙检查一下的 好看吗 他就这么问出来了 甘雨也是 要怎么形容呢 文雅又精致 总之很适合你们 本仙找了全黎月最好的裁缝 自是不必多说 神鹤和甘雨最近喜欢什么颜色呀 最近 流云真军怎么突然打听起颜色了 我喜欢黑色 不愧是本仙一手带大的徒弟 继承了本仙的品味 黑色奈脏 我最近深有体会 甘雨呢 黑色和蓝色我都很喜欢 这材质穿着也舒服的吧 让流云真军费心了 没想到除了风筝之外 我还能收到这样珍贵的海灯节礼物 谢谢师父 只要你们喜欢就好 之后也多穿穿吧 感觉咸云的烹饪技术又又长进了呢 特别是这道黄金蟹 外壳酥香蟹肉鲜甜 我吃了好多 幸好嘉明不在 不然我们俩肯定会抢起来 用筷子打架 风筝这事麻烦他跑了一趟 下午那会儿又是帮着照顾树玉 本来是想留他吃个饭的 也罢 回头本仙再单独向他道谢吧 能让流云真军如此重视的人可不多啊 那是本仙标准高 看这小伙也算是个可塑制裁的份上 起了稀才之心 他似乎很想摆脱自己的风筝线 风筝线 这又是什么比喻 自从去了万明堂 深含你学会的新说法 快要让本仙跟不上了 嗯 从哪里开始呢 哦 咸云 你知道他和他老爸的矛盾吗 本仙只听说 他和家里关系不好 他可是离家出走之后 就再没有回去过呀 嗯 还有这事 莫要遗漏细节 从头说来听听 哎 好吧 希望家民不要介意 嗯 这可不成 眼看着今年海灯节就快到了 慢慢来怎么行 这就要说起 前些日子 我四处联系裁缝时 突然意起了新元大将迷怒 他最是擅长设计衣物 不仅对布料选取和色彩搭配钻研颜深 就连佩戴怎样的事物 才能凸显穿衣者的气质 都很是在行 从前仙人聚会时 法娜还曾暗中 向我们姑娘几个抱怨呢 说是弥怒给她做的衣服裙摆太长 滑而不实 战斗起来束手束脚的 我去探了探弥怒口风 她却说群居非裔 乃衬仙人风姿 此未知风采 这人就是这样 一谈起衣物配事 连帝君都拿她没办法 后来呀 说远了 本先是想说 海灯节 本该是个团圆的日子 趁这遗憾还未发生 年岁正好 这有问题 就得解决问题 命运无常 苦难与意外 都属这世间 最无情的不速之客 年轻人嘛 能不经历 还是不经历为好 说是这么说 流云真君有什么好主意吗 仙术 不行 机关术 这次不见得派得上用场 有什么我能做的吗 嗯 借助各位的力量 是个好方向 有了 本仙想到了一记良策 不如 我们如此这般 都听明白了吗 嗯 这可一定要成功啊 哼 本仙之策 其有不成功的道理 那么各位早些歇息 各自筹备 两天后再会 不管 一边 一边 这边